文心的母亲节却有一个妈妈难过伤心 她是空军士官蔡雪良的妈妈 她控诉去年9月国防部长延明 亲口答应军方愿意做实弹射击 让儿子有平反的机会 但是军方的律师代表却拒绝 国防部表示高院如果是来函 第三方专业分析单位实测 国防部会协助配合 但是蔡妈妈认为国防部没有诚信 从母亲节这一天开始 她要在国防部大门口进座抗议 希望换回儿子死亡的真相 已经第七个年头儿子不在身边过母亲节了 空军中士蔡雪良的妈妈在母亲节这天 选在国防部门口绝食抗议 要替在军中冤死的儿子赵真相 蔡妈妈控诉去年九月 国防部长才当面亲口允诺会实测涉及比对 但国防部代表律师对于法院弹道比对却拒绝 在去年的时候台湾高中法院已经含请了 法务部的调查局跟警战署的刑事警察局 帮忙做弹道的测试 但是因为这两个单位 他们基于一些考量的因素 所以他们也含护了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受理弹道的这个渐进测试 我想就是蔡妈妈也许她可能对这个部分的处理 她可能有一些误会 同样也是军中冤案 红冲冲的舅舅来到现场声援 蔡妈妈 这次红妈妈 她对自己小孩子没有拿 没有得到公道的真相哭诉 温馨的母亲姐却有伤心的妈妈 要用绝食换回国防部长的信守承诺 我的儿子没了 我对她的失灵 我没一点这样的失灵 我自己也承受不了 记者高博焱绍山超速 台北报导